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有一个桑鱼你念念不忘 现在又多了个桑齐你别别妞妞的 你还真是可着桑家这一棵树往死里刨啊 我刨乃家的树您就不用烦心了 不就是为了桑家那个丫头吗 您知道她 我能不知道吗 堂堂太位府的千金 国子健第一女弟子 这说起来啊 我跟这个丫头还挺有缘分 上一次啊 我还救过她一次 对了 正是因为您上一次救了她 她铁了心了 要跟您拜师学武 别别别 拜师还是算了 我上山就是想图个清静 这太位府的千金来了 那还不得前呼后涌闹腾死我呀 还好啊 我这比较清静 也比较隐蔽 你再帮我挡一挡 她精也找不到 我已经把您的位置散出去了 什么叫散出去了 你小子什么意思呀 肯定是你小子 直接跟那丫头说的 那不算 那就显得我再帮她拜师了 你现在不是在帮她吗 我只是把您的位置给透露了出去 那不算帮她 再说了就算她真的上山了 这徒弟收不收 还不是由二叔您说了算 那我当然不收了 那也好 丧妻我这个私业就已经够了 我也不想她再多一个老师了 你这话听起来怪怪的 不过 这徒弟您可以不收 但功夫还得久 这按照你的说法 学了我的功夫 还不能认我这个师父 那合着我辛辛苦苦种了一棵树 这果子还不是我的 凭什么呀 那您就把它收了 你少在这儿绕我 为什么非要让我教她 这就说来话长了 我知道了 肯定是这丫头惹了一身心呗 我懂 我懂 不过我说呀 之前有一个桑鱼你念念不忘 现在又多了个桑鱼你别别妞妞的 你还真是可着桑家这一棵树 往死里跑啊 我抛乃家的树 您就不用烦心了 反正只要桑鱼在您这儿 学到了功夫 能够自保 我就安心了 你小子对人家还挺上心的 您多心了 我多心了 行行行行 我多心了 行吧 那就按照你的安排来 不过 咱得把话说在前面 这个徒弟啊 我可以收 但怎么收 得听我的 那是字 倒茶呀 我刚你倒了 刚才喷了没看见吗 快快快 倒茶 司业 怎么样了 司业 如何 怎么样